西甲伊涅斯塔告别战库鸟世界波巴萨1-0赛季收关。 央视网消息北京时间5月21日,2点45分,西班牙当地时间20日20-45,2017-18赛季西甲第38。 轮议场焦点站在陶瓷球场展开争夺巴塞罗那主场1-0小胜皇家社会,库蒂尼奥打入世界波,因涅斯塔完成在巴塞的职业生涯。 尽管近7次联赛客战皇家社会仅胜1场,其余6场2平4负,但巴萨近19个联赛主场全胜皇家社会,近23个联赛主场对阵皇家社会取得22胜1平。 皇家社会上次联赛客战胜8萨还是1991年。 双方联赛历史交锋141场,巴萨78胜31平32负占据上风,其中主场60胜7平3负。 巴萨上场不抵赖来万特遭遇赛季受败,仅有皮克伦换维尔马伦出场。 这是伊涅斯塔在巴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两队球员列队欢迎他入场。 哈维赛前想替补席上的梅西班巴西甲4月最佳球员奖。 贾努扎一右路船中威廉赫塞史马处投球攻门正入特尔施特根下怀。 随后胡安米传球贾努扎一右路景区前景射被特尔施特根扑出。 此后威廉赫塞和伊涅斯塔在禁区前的射门先后偏出,二八禁区左侧的射门也被封堵。 登贝来右路船中拉几地起小景区前头球攻门偏出。 登贝来传球苏亚雷斯景区边缘内滴射同样偏出。 威廉赫塞赫塞传球奥亚萨巴尔士二马处转身低射猜右侧立柱偏出。 第四十分钟出现正夜威廉赫塞赫塞送出直船,胡安米趟过初季的特尔施特根形成单刀,裁判判罚越。 下半场,丹尼斯替换灯被来出场。 巴萨第五十七分钟打破僵局,苏亚雷斯传球库迪尼奥左路二十五五马处进射皮球击中右侧立柱内侧入网。 随后替换出场地卡纳莱斯和拉基地奇的外围射门军偏出。 刚刚换下库迪尼奥的梅西传球丹尼斯紧区右侧十二马处鞋射偏出圆角。 卡纳莱斯开出脚球劳尔纳瓦斯投球攻门偏出。 第七十七分钟,梅西突破分球,苏亚雷斯紧区右侧斜船,梅西小紧区前头球攻门被没收。 第八十一分钟,英涅斯塔被帕克换下,他向梅西递过队长秀标,并同队友依依拥抱后含泪离场,全场球迷起立鼓掌。 八塞罗纳四杠四杠二,一特尔施特根二,塞梅多三,皮克二十四,米纳十八,二八,十四,库地尼奥,六十八,十,梅西四,拉基地齐,五,布斯克茨,八,英涅斯塔八十二,十七,帕克十一,登贝莱,五十三,六,班尼斯,九,苏亚雷斯。 皇家社会 二十二,威廉·贺塞